回头看过去历史上很多的战争 其实都是一连串的误判所导致的结果 以为不会打 但偏偏就是擦枪走火了 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的例子 不就是阴间不准吗 而乌克兰的战争 别忘了还在打 乌克兰的人民还在受苦 但在这世界上面 还有多少人持续在关注 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看 1996年的台海危机 又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情绪呢 而就在1996年3月 台湾第一次举行民选总统大选的情绪 共军再度发动了导弹的演习 要企图影响的是台湾的选举结果 希望能够选出一个弱序的总统 甚至还传出了要借用演习 夺取台湾的一座领导 当时的紧张情绪一触击杀 美军派出了两艘的航空母舰 而这是在越战之后 美军在亚洲所进行最大规模的 一次兵力的集结 如果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沟通之间的谈判 最后无效甚至是破裂 美国人据说他们最坏的打算 是真的准备要为台湾不息一战了吗 那时候丁奇推演 几乎天天晚上推 白天做了战术的演练 然后发现了缺失 那晚上就把据点的指挥官 全部叫到指挥部的山洞里面来 在山洞里面就是模拟实况 在图上先推 然后这个指挥官非常犀利 每个环节都要精准再精准 这都是为了万一两岸真的查墙走火 关键时刻能够多守住一秒钟 当时推到这么细 然后炮兵如何支援 在你的据点有多少炮弹 你要支援第一线据点 你能够打起发 已经算到这么细 然后口粮 水 物资 怎么样前推到第一线 海 陆 空 三军 早已经做好各种情境的沙盘推演 战备提升 做好军力准备 中共在1995年 对台湾的这方面的 能够实施的动用的军力是有限的 空军很脆弱 它那个时候的苏凯战机 还没有曾经刚刚买到 像俄罗斯买的苏凯战机 它自己只有18002型 那18002型最好 还差我们一点点 那我们的飞行技术已经过它 那时候我们空军就是必胜 因为我们一直骑落敌机 台湾总共打了十二场空战 都是国军赢 我们那时候飞行员是非常优秀 但是飞行员的士气非常的旺 大家都想到要打第一仗立第一功 那时候我们强 一次骑落敌机参加 把青年百里选招把它发给你 尽管要高昂的士气 也有制空权的优势 但随着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的选举将近 中国大陆的文攻武嚇 加大了力道 让原本紧绷的两岸关系 更加剑拔练张 对 因为那时候要开放第一次的 总统直接选举 政治上的氛围 就有这些多元的声音就出来了 那中共对这种多元的声音 尤其台独的这种声音 中共是要比较敏感的 他在军事上就会有这些动作 1996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直选 参选的四组候选人分别是 无党籍的陈旅安 宇王清风 还有国民党籍的李登辉跟连战 以及民进党的彭明敏 宇谢长廷 而第四组参选人则是 无党籍的林阳港跟郝伯村 选总统无疑是宣誓台湾主权独立 更是踩到了中国大陆那一条 主权不可分割的红线 为了维护国家的股权和民主的观想 已经这样的精气免费 免费也非常不要 随着中共宣布即将在1996年3月8号 要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两岸随时可能开战的紧绷情势再次升高 股市崩盘从1995年7月 高点的5670点 跌到1996年3月低点4675点 9个月的时间波段下跌了995点 跌幅来到17.5% 连房市也出现了抛售潮 为了安定民心 总统李登辉搬出了18套剧本 这18套剧本是当时的国防部作战次长 胡政府胡中将他所拟出来的 那是全台的大方略大战略18套 那推到像我们马祖北干 各个指挥部或是各个野战师 那何止18套 那100套都不止 现在是已经推到了连长阵亡谁上 副连长阵亡谁上 每个代理人都推得非常精准 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兵 那个兵要怎么作战 18套的剧本兵来降党 就在1996年3月7号 也就是共军演习的前一天 导弹射击倒数的前夕 李登辉的这次谈话再次震惊社会 这一部分的演习 三条阵亡的这外面 我告诉大家 那是你做事 直指共军打出的导弹是亚巴弹 空包弹 要大家不要担心 前一天亚巴弹的演说还言由在耳 1996年3月8号凌晨 共军接连发射了四枚东风15型导弹 就打在高雄及基隆外海 甚至还在距离台湾不到70里的平潭岛 同时还进行了三军联合作战的军事演习 台海的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甚至还有遥传 马祖的东举及金门的乌丘 都是共军要攻占的目标 而就在台海情势严峻之际 美国出手了 美国紧急调动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一个是独立号航母战斗群 从日本横须和军港出发 另一个则是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 从马六甲海峡出发 两个航母群准备前往台湾海峡 借此警告中国大陆不要轻鼓妄动 我记得九六台海维京 一直到结束为止 我们隔天才不推 就是从1995年开始 一直到1996年3月21号吧 整个飞弹演习结束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重复做这件事 没有听过 所以我说在毕竞期台上我不知道睡了多少个晚上 中华民国万岁 选举结果 国民党的李登辉与连战拿下了580亿万票 54%的得票率 当选的台湾首任民选政府总统 而民进党的彭敏敏跟些唐婷得票率也有21% 国民党党加总起来总共75%的选票 今天我们用努力的勇力 和积力 在武力威胁之下 突破 总统的困难 完整民主改革的历史资业 原本共军打算利用武力威嚇台湾 影响台湾的总统直选 没想到却反倒让台湾人民更加团结 当时是非常紧张 我们现在反而习以为常 我们不能以现在想当年 那你看看现在的他现在打弹过来 或者是围台军员 我们好像习以为常 我们已经变麻木了 就认为没有那么紧张 其实现在台海的情势 比当年1995要危险多了 不是出海 他就算你围岛困岛 已经局部封锁了 而且他绝对不可能打哑巴弹 打的一定是实弹 26年前的台海危机有惊无险 这回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 陪洛西访台 中国大陆再次发动实弹研袭 范围更广 距离更近 等同于是封锁台湾 尽管更加兵凶震危 但今日台湾一直不可痛人 现在的台湾跟96台海危机的台湾 现在的外岛跟96台海外岛 武器装备跟科技的防卫的能力 都跟当时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天宫 还有天宫真诚 然后爱博者一型二型 爱博者真诚飞弹 所以台湾从96台海危机之后 我们开始积极发展防卫的飞弹 所以我们才三位刺猬岛 就跟当时96台海危机 不能退让 要准备比18号剧本 还要多的剧本 这样子全世界才看得到台湾 我们看到当年中共的对台军事演习 目标其实锁定离岛的 而目的是要恫吓台湾 影响选举的结果 但结果却是得到了反效果 而如今随着共军他们的战力越加的强大 我们看到这次的演习 他们目标是已经直接锁定了台湾的本岛 而且证明了他们有能力能够进行长时间的封锁 最终要逼迫台湾投降 显然台海的现状已经被改变了 而台湾又该如何因应呢 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独家登上的是高登岛 当许多的离岛阵地 已经纷纷卸下战备任务了以后 高登它依旧是那一座孤傲耸敌的高登岛 好 这里是高登岛 它距离大陆有多近呢 据说开船只要短短的三分钟就到了 据说当年呢 只要有新的守官上任 对岸就会派出个小船 测试一下你有多少能耐 白天雾起来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 晚上天天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 小民是会怕的 六点半关闭阵地 你发现有任何状况 你就开枪打 有任何状况就可以开枪打 所以刚去的一晚上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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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枪声到处吃起毗落 对啊 因为风吹草动就给它一排枪吧 高登岛的面积只有1.40公里 距离对岸福建最近的北郊半岛 只有9200公尺 顺风时只要三分钟 对岸的船就能够开到高登前的海边 高登是前线当中的前线 如果一旦战争爆发 它恐怕将会是第一个遭到攻击的目标 为什么呢 高登台是岛上唯一的一处平台 历任总统都会搭乘直升机 停在高登台做市场 这里也是岛上的行政中心 部队休息室 当然也是过去常被锁定攻击的目标 一开始打一定打高登 最小的地方打准了 一打完了以后知道 今天不是东北风是西南风 那你的炮的爆炸点 就选在西北角的11点钟的方向 就多少 爆炸这样子掉下来 在马祖列岛当中 高登岛最靠近的对岸福建 被当作是炮击时的测风场 要开炮前 先打高登岛测风向 在得知数据之后 再对马祖的北杆 南杆正式开打 你知道那个炮声 如果远的话 它就像咻 咻这样子很远过去 咻 这个比较近 惨烂 战争过后是没有平价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起视 我们没想到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